说这第一个王后是谁的妈妈 不是我们的 这第一个国王又是谁的爸爸 不是我们的 好啊不承认是吧 你们都给我过来 我现在就把这第一个王后 一个国王都扔下去 以后你们可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哼 我就不信 他们不担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好啊 这果然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糟了 国王王后 国王和王后们都掉下悬崖了 你们居然含笑 真是气死我了 坏孩子 我要惩罚你们 那么快来 有人欺负我们 我来了 谁敢欺负我的孩子们 我吹 奇怪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明明国王和王后都掉下悬崖了 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王后啊 什么东西撒谎 这 这不是那一个王后中的一个吗 是魔法阵的痕迹 心灵之力 居然是一根头发 怎么又有这么的王后掉下来了 这些王后们一定也有问题 心灵之力 果然 这些王后都是头发变的 可国王们又在哪里呢 他们也是头发变的吗 国王爸爸 是大宝 我赶紧去看看 国王分身术 你这样正好 本学姐见兄妹 这样我们就一人一个国王爸爸了 孩子们 这些头发是你们的吗 是魔法妈妈吗 可是 他们已经变回头发 无法变成我们的妈妈们了 爸爸妈妈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连爸爸们也消失了 对不起孩子们 我的魔力用光了 不能再帮你们变爸爸妈妈了 阿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 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看 爸爸妈妈总是不会来陪伴我们 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们了 不要 孩子们 你们实在太可怜了 我把我的头发变成一亿个王后 把自己变成一亿个国王来陪伴你们 小精灵 我知道不能随便使用魔法 可我真想让孩子们开心呀 你要惩罚 就惩罚我好了 这 不要惩罚阿沙妈妈 没错 就惩罚阿沙 她居然敢冒充我们 你们走开 你们根本不关心我们 应该惩罚你们才对 我们只要爱杀妈妈 对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到底应该惩罚谁呢 应该惩罚国王王后的 就点亮小手指发送一一一 应该惩罚阿沙的 就点亮小手指发送二二二 我都听你们的 考试开始 娘娘娘 李先生老师 先来看看吃吧大宝的成绩怎么样 老师 我喝完了食品壳了 这次完成考试的速度又快了 不错 比上次整整快了十秒钟 那这一次我可以拿满分了吧 需不需要再检查一遍 不要啦 大宝考试结束 成绩不合格 为什么啊老师 你喝完可乐为什么不打格 你没有完成整个喝可乐的流程 所以成绩不合格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步骤给忘了 老师 我的也吃完了 你来检查吧 兄妹考试不合格 怎么会不合格 你看看酸奶盖子上 还有这么多酸奶没有吃干净 吃得太急 把盖子上都给忘了 你看看你 总是粗心大意 忘了一些重要的步骤 棒棒糖的棍儿上 为什么还会有它 一定是你吃完忘记了咬棍子 我错了 下次一定努力吃个满分 老师 我满上 我满上就吃完了 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 老师 我吃完了请您检查 吃得不错 一点渣也没有剩下 这么说 我这次可以得一百分了 贝儿零分 怎么会是零分 你考试之前都不读题吗 你不想要求你吃统装薯片 你看看你吃的什么 怎么吃太多的薯片了 贝儿 你自次考试拿零分 我要告诉你的家长 让你每天回去 吃一万袋零食做练习 不要啊老师 那么多我会吃不下的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是啊老师 白儿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她吧 好吧 那就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白雪 你的零食吃完了吗 吃完了老师 你看 今天的辣条真是又消耀了 我平时都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辣条 好吃你就多吃点 白雪 你的手上是什么 不喝 辣条油没有缩干净 这下永远不及格了 吃辣条不缩手指 你还怎么得分 你的成绩也不合格 回去多吃点零食请加练习 吃到了老师 老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再晚了一会儿 考试就结束了 还得是黑暗魔王 吃得又快又干净 打得格还这么响亮 真不错 有希望拿一百分 老师 我吃完了 我是不是全班吃得最多 还最快的 是啊 你就是咱们全班的希望了 嘿嘿 终于也有我黑暗魔王 为白鸡争光的一天了 等等黑暗魔王 你这诗卷有问题 你这全都是盗版诗卷啊 不好老师 我也感觉出来是盗版诗卷了 我下次再也不太想便宜了 唉 临时考试 全班竟然没有一个及格的 小朋友们 如果让你们参加临时考试 你们能考多少分呢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 我带了螺蛳粉 我带了榴莲薯片 我带了冰淇淋 我带了饼干 我带了拉条 我带了爆米荷 嘿嘿 这么多好吃的 我们赶紧装在书包里 千万不能让老师发现 竟然有人带临时来学校 老师 我举报 有两个人带临时来学校 哦 是谁 我 我只听到了声音 没看见人 他们跑得太快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就是觉得有点熟悉 哦 伙伴们 你们听出来这两个人是谁了吗 如果听出来了 就发送一一告诉我 哦 看来伙伴们也没听出来 说 你们谁上学偷偷带临时 我们没有 还撒谎 熊妹都听见了 有两个人带了临时来学校 老师 熊妹说有就有嘛 万一熊妹撒谎呢 就是 哼 既然你们都不承认 那我就只能搜书包了 老师 书包是我们的椅子 你不可以搜 没错 不能搜 这个怎么办 不搜书包 我怎么抓到偷偷带临时的人呢 老师你看 大宝和小怪兽的嘴边都是有 大宝小怪兽 看来是你们带了临时 快交出来 老师 我们没有 我们嘴边有油 是因为抹了唇膏 看来不是你们 老师你再看 白雪和贝尔嘴边有临时渣 白雪贝尔 原来是你们偷偷带临时 太让我失望了 老师 老师 我们没有 我嘴上的临时渣 是我在家吃临时没有擦出来 我的 是在学校门口吃的 我也忘记擦嘴了 这 熊妹 是不是你听错了 老师 我敢肯定没有听错 就是有人带临时进学校了 可是 我们又不能翻书包 这个 这个 有了 我们可以用秤 秤书包的重量啊 好主意 我现在就去拿秤 白雪贝尔大宝小怪兽 把书包都交上来吧 老师 这是我的书包 嗯 放上去吧 大宝的书包 三节 下一个 小怪兽 小怪兽的书包 四节 小怪兽 你的书包怎么比大宝的重一公斤 老师老师 我的水杯在书包里 嗯 好 下一个 白雪 贝尔姐姐 怎么办啊 马上就要抽我的书包了 别怕 你可以这样这样 嘿嘿 好主意 嗯嗯 老师 这是我的书包 嗯 白雪的书包 两斤 老师 这是我的书包 呃 贝尔的书包一斤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 我们的书包轻 说明我们没有藏零食啊 对呀 那大宝和小怪兽 你们的书包最重 看来你们装零食了 没有 你看我的书包里全是书 我也没有 我的书包里也全是书 白雪贝尔 正常书包的重量就是三斤 你们的书包那么轻 是不是把书拿出去全放零食了 才不是 那我们都把书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了 你们也倒啊 我们 我们 我们才过 你们不敢倒 就是心里有鬼 我们才没有 好了别吵了 我已经猜到是谁带零食了 伙伴们 你们猜到了吗 快把他们俩的名字打在 同学们 今天我们按照衣服颜色上课 红色是语文 橙色是数学 黄色是英语 绿色是体育 蓝色是美术 紫色是音乐 黑色或者白色是下课 花色是自习 太好了 我可以上美术课了 我最不喜欢上语文课了 可可 杨云课我喜欢 那我这个应该选什么课呀 贝尔 你这个 当然是美术课了 为什么 可我衣服上还有白色呢 贝尔姐姐 你衣服上最多的是蓝色 就得按蓝色走 就跟我色的 衣服上大部分是白色 所以 要上白色的课 白色的课 那岂不是下课 对呀 别做梦了大宝 你的衣服是花色 只能上自习 什么 我知道了 只要衣服上出现 两种以上的颜色 就算花色 是这样 那我也太倒霉了吧 希望中午的饭可以好一点 孩子们 快来吃饭了 汉堡鸡腿 薯条 要多少 要多少 这些我都要 好的 给贝尔一盘青菜 为什么我是青菜呀 快给我汉堡鸡腿 薯条 你的衣服是花色 只能吃青菜 黑暗魔王的衣服是红色 给黑暗魔王汉堡 小妹的衣服是黄色的 给小妹鸡腿 给蛋糕了 那我呢 你的衣服是蓝色 给你麻辣鸡翅 喵喵喵 好了好了 给我水喝 不行 把开水 是给他花色的衣服人喝的 那我只能喝白开心 吃青菜了 这也太倒霉了吧 好了 吃饱了 就快回去上课吧 你们还要按照衣服颜色 确定写什么作业呢 哇塞 衣服又是紫色 可又是白开水的 接下来不值得作业 肯定也是不好的 做个怎么办呢 有了 我把衣服 变成黑 就不就好了 嘿嘿 接下来 按照衣服颜色 决定作业 现在我就把作业给你们 哈哈哈哈 我的作业是北宗明墨写中华字典 我的作业是用妖艺 全舞圈子的乐玩 并帮衣成温暖我 哈哈哈哈 我的作业是花衣服 在哪里上 黑色的作业肯定是最好的 看看我的是什么 什么 订阅医生 数学练习测里 一共有几个亿 哈哈哈哈 你好 你的作业是什么呀 我的花色衣服 会是什么作业呢 什么 我的作业是没有作业 我不服 我也应该没有作业 大宝 黑色的作业就是这个啊 我 我衣服明明是花色的 大家都看到了 我昨午还喝了半干水呢 小朋友们都告诉我了 是你自己把衣服变黑的 所以 这是给你的丑吧 为什么呀 小伙伴们 你们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快长按大拇指按钮 发送到评论区告诉我 黑暗魔王 你给我出来 什么 艾莎 你找黑暗魔王什么事 童话笨笨主任 你们班黑暗魔王 在我小卖部 拿了好多零食没给钱 是哪个黑暗魔王 什么哪个黑暗魔王 就是叫黑暗魔王啊 难道 你们班有很多叫黑暗魔王的 我们都叫黑暗魔王 你们班 真是够奇葩的 全班都叫黑暗魔王 老板 你还记得欠你钱的黑暗魔王 长什么样子吗 就我哪记得 那天 她是晚上去的 还戴着帽子 根本看不清脸啊 听声音是个女生 对了 她还写了签条呢 你看 金欠老板三十三元 明日必还 童话班黑暗魔王 这是谁写的签条 谁欠的钱 我是我 反正 听声音就是女生 要不这样吧 你们班叫黑暗魔王的女生平他 靠个三十三还给我就行 别了什么 虽然我也叫黑暗魔王 但是甜甜的又不是我 是啊 艾莎 你还记得 那个黑暗魔王 在你的小卖部拿了什么零食吗 嗯 我想一想 哼 想起来了 她在我这儿 拿了三包辣条 三盒酸奶 还有三个冰淇淋 三个鸡蛋 和三根烤肠 嗯 辣条 酸奶冰淇淋漆去蛋烤肠 但是贝尔熊妹 我记得 你们可见吃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的零食都是贝尔给我的 我在演戏 好啊贝尔 那么说 减钱的是你了 嗯 嘿嘿 是我 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我 明天就还 以后不许在小卖部说账了 不然 我告诉你们 知道了 好了老师 黑暗魔王和黑暗魔王打起来了 然后黑暗魔王和黑暗魔王去拉一下 可是黑暗魔王和黑暗魔王怎么都拉不开 然后黑暗魔王和黑暗魔王还在打架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走 带我去看看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在打什么呢 住手 敢在学校打架 说 怎么回事 当时我叫黑暗魔王 名字大黑 所以才这么黑 你也说我名字大黑 说我黑了 你也大黑啊 我又没说错 你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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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我们班五位学生的名字都带黑 有什么好争的 嗯 还因为名字打架 你们俩 每人写三百字的检讨 黑暗魔王和黑暗魔王 带着两个打架的黑暗魔王 去教务处给他们的家长打电话 把他们的家长叫过来 好 我不要叫家长 今天 我们的考试成绩出来了 下面 我来给大家发一下试卷 黑暗魔王 黑不太大了 五十九分 啊 还有你这位黑暗魔王 三十八分 什么 他们会考得这么少 你问我 我问谁 你们俩好好检讨检讨 好吧 黑暗魔王 屏幕很大哦 一百分 嘿嘿嘿 我考了一百分 这就太好了 这位黑暗魔王 你也考得不错 九十八分 天呐天呐天呐 我考了九十八分 哈哈哈哈 真是奇迹啊 我从来没考过这么好 老师 怎么了 黑暗魔王 有没有可能 你试卷发错了 什么 我看是 常常没得一个九十分 你一直都是一百分 嗯 有没有可能 我们来的常见 和后面的两位搞错了 这 这 这名字都是黑暗魔王 我还真有点分不清 伙伴们 你们说 我是不是把这两位 黑暗魔王的卷子 和那两位 黑暗魔王的搞错了呢 觉得搞错了的 在评论区发一一一 觉得没搞错的 在评论区发二二